你們好啊 我是小智 你們可能不知道 鴨蛋黃和芋頭會有多配 幾乎是沒有差別的肉末金砂芋頭 要這種大顆的粒補芋頭 切片之後再切成絲 可以隨意一點 不用切的很細的 然後起鍋倒油 把肉末朝山炒到變色之後 加入蔥蒜小米辣 炒到肉末焦香的口感之後 放入一顆鴨蛋黃 搞出沙沙的感覺 再倒入芋頭吃 調一個味道 連喝料酒 醬油和少量的白糖提鮮 翻拌均勻之後 盛入盤裡面 入鍋蒸 蒸大約1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這道菜 芋頭軟嫩一夾就碎 配上肉末那種焦趣的口感 組合起來一點都不單調 最重要的是 芋頭會裹著蛋黃的香氣 會有一種肉的濃香感 特別好吃 不過這種軟嫩的芋頭 吃多的話 記得沸碗湯才不會噎嗓子 記得哦 那視頻到這邊就結束了 祝你用餐一塊